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香港的劳工法来 外籍家慕容工帮同一个雇主服务了满12个月之后 他就享有有薪的廉价 这个图可以列明他每做完一年 他就有多少日有薪年 我想大概解释一下他的有薪年假 如果这个外籍家慕容工帮一个雇主服务了12个月 他就会有7日的有薪年假 如果这位外籍家慕容工帮继续为这位雇主服务第二年 即是第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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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享有7日的有薪年假 如果这位外籍家慕容工帮继续为这位雇主服务 即是第三年 如果他满了第三年 他就会有8日的有薪年假 如果他继续为这位雇主 继续服务12个月 即是第4年的时候 他就将会有9日的有薪年假 直至到第9年 如果他都是为这位雇主服务 那么他在第9年服务了12个月之后 他就会有14日的有薪年假 如果继续为这位雇主服务 第10年 第11年 第12年 他都是每年 只是享有14日的有薪假期 这个就是外籍家慕容工的有薪年假 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我下面留言 我会回覆你 在下一条片 我就会继续说 它的年假是怎样计算 它的年假是可以放 或者是用现金代替 我会在下一条片 或者在下一条片 才介绍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 拜拜